在民间传说中,包拯作为开封府尹,不仅能白断阳,为百姓主持公道,还能夜断阴,为枉死的冤魂伸张正义,因为他铁面无私,两袖清风。 所以,百姓们就私下称,他为包卿天,向狸猫换太子,扎美案,血手印等京士大案,都是出自包拯之手。 可,历史上真正的包拯,并未当过开封府尹,也从未办过上面这些案子,既然关于包拯的事迹,大多是民间演义,那真实的包拯是什么样的呢? 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。 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,包拯面如黑炭,额前,带着明显的月牙印记,其实这是一个误区。 第一,包拯的脸长得并不黑,相反,还很白净。 宋史,记载包拯面目清秀,白脸长须,在今天合肥包公词内,有一个刻有包拯画像的古诗碑,画中的包拯,皮肤白净,浓眉大耳,苍然如己,一派端庄的儒家学者形象。 这幅画像年代较早,应该跟包拯的真实相貌很接近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古代小说家们,要把包拯刻画成黑脸呢? 这就与古人传统的是非观念有关了。 我小时候看戏,不用大人解释,就能凭演员的扮相,很容易地判断出哪个是忠臣,哪个是奸臣。 因为奸臣是白脸,重臣是黑脸或红脸。 第二,包拯额头上并没有月牙,这也是人们杜撰出来的,因为在老百姓的眼中,包拯就像是上天派下来的神仙来拯救老苦大众的。 他额前的月牙,让他既能在阳间承办奸邪,也能在阴间整治恶鬼。 所以,包拯还有个绰号叫阎罗老包。 虽然演义里,曲解了包拯的五官形象,但历史上的包拯,确实爱民如子,断案如神,除此之外,包拯还是个大孝子。 公元1027年,28岁的包拯,终于考中了晋士,被朝廷任命为建昌之县,在那个学成文武艺,或与帝王家的年代,客举入室,是很多读书人的梦想。 可包拯并不这样想,他以父母在,不远游为游,先是向朝廷申请到离家近的地方任职,后来干脆辞官回家,陪伴父母去了。 在包拯心目中,什么都没有年迈的父母重要,五年后,包拯的父母相继离世,包拯就在父母的坟墓旁边盖了草炉,守仓三年,守校期满后,昔日好友都来劝包拯出来做官,但包拯不为所动。 又额外为父母守了两年丧,这才赶赴京城听选。 这时,距离他高中进士,已经过去十年了,包拯也已经三十八岁了,他的围观之路,至此才算正式开启,此后二十六年。 包拯既在地方上,做过端州之府,陕西转运使,河北都转运使,也在中央任过礼部侍郎,监察御使等,不管职位高低,也不管在哪个地方任职,包拯都堪称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官,为了大宋的百姓,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他不惜得罪权贵,甚至与皇帝翻脸,王魁在任转运使期间,仗着朝中有宰相陈直中的支持,多次巧立明目,盘剥百姓,中饱私囊,为了扳倒这个渡虫。 包拯先后七次向宋仁宗上书,要求严办王魁,可每次宋仁宗都雷声大于点小,将此人轻轻罚过,就不再提了。 直到最后一次,包拯忍无可忍,对外宋仁宗大发脾气,你今天若是不听我的劝告,继续执迷不误任用酷吏,那就是王魁这等奸臣的大姓,我大宋百姓的不幸。 包拯的仗义直言震惊了整个朝野,宋仁宗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,这才将王魁免官罢职。 包拯这一生,弹劾的人很多,只要有人犯了错,不管你来都有多大,他一定会秉公执法,按大宋律法处置。 据说,有一天,后宫最受宠的张贵妃,让宋仁宗将自己的大伯张瑶佐,提拔为怀康军节度使,宋仁宗不忍见张贵妃不快,就同意了他的请求。 谁知,圣旨刚到张家,包拯就进了宫,弹劾张瑶佐得官不正,宋仁宗听完头都大了,圣旨都发下去了,哪还有收回的道理,包拯见宋仁宗要走,就死死拉住他的衣袖,大声分析这件事的利弊,直到包拯说的口都干了,宋仁宗才点头,同意收回圣命。 此事一出,满京城权贵听见包拯的名号。 纷纷为之联手,闻者皆淡之。 虽然包拯得罪了很多人,但包拯的仕途走得格外顺遂,这主要是因为他持身刚正,为官清廉,不仅让郑敌抓不到一点错处,还得到了宋仁宗十足的信任,在调离端州知府任上时,当地老百姓知道包拯从不收礼,就悄悄地送给了他一方厌台,礼物虽不贵重,却是当地的特产和百姓的心意。 当船行至水中央时,包拯才从仆人口中,知道了这件事,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,可包拯又不愿收下。 于是,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前,将这方厌台投入了湖中,即便远离京城,即便身居高位,他也不吃一厌龟。 所以,这样的包拯,政敌想攻击他,都无处下手,包拯虽试图顺遂,可有一件事,一直困扰着他。 包拯晚年,最痛心的,旧事儿,孙杰连早逝,家里香火断绝,包拯一生共娶了两位夫人张氏。 董氏和一位小妾孙氏,张氏在嫁给包拯一年后,就因病去世了,他死时,没有留下子嗣。 董氏则为包拯生下的义子二女,其中,儿子名为包义,十九岁时,娶了三朝宰相吕蒙正的外孙女崔氏。 一年后,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包文府,为了嘉奖包拯,宋仁宗特赐包义为太长寺太著,可天有不测风云,包义还没有去上任,就突然病死了。 他死时,年纪二十一岁,更祸不单行的是,包义的独自包文府,在五岁时,意外夭折,包拯在知天命之年,接连送走了唯一的儿子,孙子,他心中的悲痛,可想而知。 幸好,老天爷不忍让包拯绝后,一千零五十八年,正知包拯的六十大寿,见包拯在席间闷闷不乐,儿媳催世,突然抱来一个男婴,公爹,这是您的儿子,请您老给赐个名吧。 原来,这个男婴是包拯的妾室孙氏所生,孙氏因与包拯性格不和,九个月前,被包拯送回了娘家,谁知,孙氏当时已经怀有一个月身孕, 因孙氏对包拯有怨,就没把这件事告诉他,等孩子生下来后,催世得知事情的原委,才赶紧把孩子抱来,突然得子的包拯,非常开心,他当即就给孩子取名为包炎,后改名为包寿,可包拯仅陪伴了幼子四年,就突发疾病,病死在了人上。 听闻包拯去世的消息,惊世利民,莫不感伤,叹息之声,闻于渠路。 宋仁宗痛失良辰,也格外伤心,他不仅亲往包拯调宴,还特赐包拯示好,笑诉,并绰嘲一日,已是哀荣,包拯去世后,催世真的做到了长嫂如母, 他将包寿,和过继来的包万年失弱已出,一直将他们抚养长大,包寿入世后,继承了父亲的遗志。 不管他做的官有多大,他都连结自首,刚正不阿,1105年,年仅48岁的包寿,病死在去谭州任职的路上,他的全部家当,除了告命,书籍,文稿外,没有多余的一文钱,包拯一生连结无私,恨透了贪官无力。 他临死前,特意命人在家中堂屋东壁刻了一块石碑,上面捐刻着51字包家家训,留给了后代子孙,这个家训的意思是,凡我包是子孙当官,有贪污受贿者,生前不能回归本家,死后不能葬入包家祖坟。 如有人不遵守此训令,就不是我包家的后人。 近一千年过去了,包家的后人还在坚守着这条祖训,拒不完全统计,包拯的后代,分散在全国各地,已累计超过了十万人。 包先良,是包拯的第三十五代孙,他一直生活在包拯的出生地,安徽合肥肥东县包公镇大包村,自1993年开始,他就自发地和妻子黄其连一起修缮,维护包氏宗祠,还免费为败业宗祠的游客,做义务讲解。 二十多年来,夫妻俩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,一直默默守护着祠堂,包拯的第三十四代孙包孙亮,也一生谨遵祖训,从不向权势和金钱低头。 他在应邀参加赵清文化局的活动时,坚持自费参加,不要任何差旅费,他对记者开玩笑说,包公一句话,后世代代穷,包孙亮解释说,这种穷,就是他们包氏子孙世代忠后传家的笔气。 据了解,如今的包氏子孙,要么务农,要么经商,很少有人在政府机关任职,这种结果,大概包拯在制定家训时,也没想到吧,在所有包氏子孙中,最为人熟知的,就属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孙,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了。 包玉刚,1918年出生在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,由于生活在海边,他从小便喜欢与船有关的一切。 37岁那年,包玉刚正式投身海运,成立了环球航运有限公司,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,他陆续在全球设立了十多家分公司。 1978年,60岁的包玉刚拥有的船队规模已经超过了希腊船王、财富等杂志,将其评为新一代海上统治者,他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。 在人生的巅峰时刻,包玉刚始终不知道自己的身份,直到1984年,他在宁波参观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时,才偶然在恒河燕包市宗谱上,发现自己竟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孙。 据宗谱记载,生活在宁波的这一支包式后裔,是南宋末年从杭州迁到宁波的,算起来,他们在宁波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。 得知自己是包公后人的那一刻,包玉刚热泪盈眶,虽然已加入英国国籍,但他还是激动地说,我生在中国,长在中国,跟在这里,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,我责无旁贷。 之后,包玉刚延出必行,他不仅带头拿出了两千万美元,创建了明波大学,还慷慨地为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了一千万美元,修建了包招龙图书馆,为造福先人故里。 他还资助建造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病房楼,赵龙住院楼,包玉刚不仅在国内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,他还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,帮助中国传播公司打入了国际市场。 包玉刚和他的祖先包拯一样,和十多万包氏子孙一样,不管身在何处,身价几何,始终怀着一颗爱国修身的心。 1991年9月23日,包玉刚因突发脑溢血去世,中年73岁,作为包拯的后代。 他,没有辱墨先祖的名声,利丰方显刚骨硬,京双更知秋水明,包拯以自身为表率。 影响了后世子孙,也以清正连结的家训,教育了后世子孙,孝宿是包拯的嗜好,也是他留给包世后人最大的一笔精神遗产。